出大事了 我的YouTube频道遭到小粉红的冒用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昌朗哥 那就跟标题讲的一样 总之这一两天非常多人私讯我 他们就通知我说 昌朗哥你的YouTube频道 似乎遭到别人的冒用 而且他还冒用你的名义 到别人的影片下面留言 就留一些很奇怪的粉红言论 有点想要抹黑我这个人的意思 我也不太知道他的意图是怎么样 那我就看了一下 还蛮有趣的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点进去 那这个频道他是涉图日记 其实蛮有名的啦 我知道蛮多人也会看这个涉图日记的影片 那总之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重点是下面的留言 有一个人留这个什么 老人恶意排队领钱 因为他不给领钱 没有故事令人暖情 这个应该是在回应这个 涉图日记TV的这个影片的一个回应 那总之他下面就有一堆留言 诶 突然看到我的名字 昌朗哥的医学天地 我怎么来这里留言了 而且他流的言还非常奇怪 我明明就没有在这边留言 他说我是台湾省医生 呃 傻眼 到底是哪一个在台湾的医生 会说自己我是台湾省医生了 这个冒用言冒用的就是太不贴切了 把完全被人看破手 脚弱就很扯 台湾每天10万确诊 医疗崩溃 这个留言发出来的时间点 台湾确诊人数的高峰 其实已经过了 那台湾的医护非常的辛苦 这点是确定的这个急诊啊 这个病房 专者病房 病人还是很多 所以医护很辛苦 但是你说医疗真的到崩溃 崩溃的非常严重 应该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那总之他就流这样子的言 他说请先管理好自己 再管对岸 对啊很多人就传这个图的 这个截图给我 就说唱歌你的身份没冒用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啊 我就点进去 这个昌仁哥的医学天地的一个频道 点进去长怎么样了 只有两位订阅者啊 完全没有任何影片 完全没有任何播放行单 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推荐的频道 简介完全没有写 那加入的日期是2022年3月30日 今年3月才成立的一个假的频道 然后到处冒用别人的身份 身为一个YouTube 其实总是你遇到各种恶意攻击 遇到各种恶意的冒用 其实我觉得有点见怪不怪了 而且如果假设啦 他真的流的就是非常像我讲的话 我可能会有点担心 因为糟糕会不会有人误会 结果他流了一个就是很明显 就是一个假冒别人的一个言论 所以我反倒觉得还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留言 他有人就说在装喔 有人就说我快笑死 昌仁哥红了 已经有假的了 对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昌仁哥红了 我还以为他成功的骗到这个人了 就是他把我抹红了 结果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红了 既然有人想要模仿我 然后模仿我的身份去发言 跟大家讲说台湾每天10万人确诊 大家要管好自己 对反正我的频道就专门在讲医学的 所以基本上有在看我的频道的人 应该都对台湾的一个确诊数 对台湾的一个防疫现况 都有一个概念 你怎么会妄想到 就是模仿我的一个频道 然后还发这种奇怪的言论 然后试图要骗别人 我真的觉得这个想法 有点令人难以揣测 难以理解 有人就说有准继续撞啊 粉红 对为什么叫别人粉红 因为我也觉得应该是吧 对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没有任何一个台湾人 或台湾的医生 会讲自己是台湾省的人 帮小粉红科普一下 不管你是支持台独 还是不支持台独 基本上没有什么台湾人 会说自己是来自台湾省 基本上不会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用语的一个习惯 我们就是来自台湾这个地方 哪怕你认为他是一个国家 或者是你不认为他是一个国家 不管我们就是说我们来自台湾 我们不会说我们来自台湾省 对所以这个很明显 欲盖弥障 这个不合格不合格打屁屁 然后还有人说这个 与举报 而且还是简体字 被自己人举报是不是 然后有人说 嗅死又是假货 这代表其实假货已经不止第一桩了是不是 哇牛蛙竟然还有未装成别人 才敢说话的怂怂 有人说假账号 这样子想骗减薪之类的 总之其实我看这个留言 我看起来我就觉得 我还满欣慰的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被骗到 对我就觉得很瞎 如果你真的要冒充台湾的医生去讲话 你不应该冒充我的频道 因为我的频道再怎么样来讲 在YouTube上都是有流量的 蛮多人知道我的频道的 所以你要冒充我这个人 然后去讲一些奇怪的话 这非常容易被人试破 所以你要冒充的话 你应该也要冒充一个可能 就不存在的一个医生 结果你用这一招 就完全没有办法误导别人是不是 有人还说 资料要更新了 每天资讯都落后 这个是不是真的被骗到了 就以为这个真的是我发的眼 然后有人也说 你装的毫不自然差评 这倒是真的 然后我就被骂了 野生共匪 居然被抢成共匪了 北区仿冒自由地区网翁 宣传不实消息 背后原因令人暖心 讲迷者是眼球中央电视台的忠实观众 我是西台湾医生 中国大陆每天圈的上百万 还有一些我们不能说 好啦 总之看了这么多 我就是觉得大家现在看到YouTube的一些名人的留言 可能还是去注意一下 说不定这些名人的留言 真的不是他们本人留的 那我觉得辨别方式也很简单 因为像我们这种比较大的频道 通常都会经过认证 你去看我真正的留言 右边都会有一个灰色的勾勾 那个就代表是认证的 你看这个留言 右边其实是没有那个灰色的勾勾 代表这个可能是假的账号 不过其实我也觉得YouTube这样子很怪 就他竟然可以取一个 跟我频道一模一样的名字 然后还可以通过审核 对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变成用简体字 但是我看苍狼哥的医学听 这几个字完全就是繁体字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通过YouTube内部审核 他竟然可以用 跟我频道一模一样的这个频道名 而且又抄我的这个贴图 对总之看起来他不在台湾 如果他是台湾 其实他这个早就违反商标法 我应该可以把他告报 但是他不在台湾 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做什么 对所以也只能提醒大家 那顺便提醒这台湾的YouTube人员 对你们可能真的是要对这件事情 就花一些心思 他竟然可以完全用 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商标 然后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频道名 然后去创一个频道 然后假装我的身份留言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合逻辑啦 总之我也是最近有开始检举他 那有些人也帮我检举他了 那我们就看我这部影片 在剪的过程中最后发布的时候 这个频道是不是还在 对如果还在 就大家再检举一波好不好 如果他不在了 那代表YouTube真的有在做事 总之我觉得发生这件事情 我个人是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总觉得别人都送题材过来了 对不对 我们总是要回应一下 对就是这个流量不赚白不赚嘛 既然都会冒用了 但就要好好利用一下是不是 那最后就是我的一些小心得时间啦 我的频道基本上就是都在讲医学 对不管健检报告 对啊讲这个快筛 访问医师 讲这个暴走女外科的解析 其实你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完全不提政治 但是近一年来 或是说近一两年来 却常常被所谓的政治狂奋入侵 为什么 对因为我讲了非常多疫苗的东西 那疫苗的东西其实 老实说我就是用医学的观点去出发 但是因为疫苗这个东西 它牵涉到太多政治了 对它牵涉到 例如说我之前一开始最被骂 对最被网军攻击的是在讲什么 在讲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它也是疫苗的一种 我去分析高端它的技术 我去分析这个国产疫苗的 它的一个保护力 我光是讲这个中立的主题 还是被网军骂 所以你看得出来 其实它其实不是台湾人 惯用的一些语句 或是惯用的一些用词 所以其实讲到什么高端疫苗 或是甚至一开始讲到AZ 那后来讲到台湾的一些防疫政策 到底是要共存还是清零 只要讲到这些有相关的医学议题 都会有非常多的网军在下面留言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些网军有需要这样子吗 我觉得是非常中立的在科普这些医学知识 你可以同意 你可以不同意 你都可以来看 你就是把我的资料当成你的参考 但是我觉得就是网军 不太需要走火入魔 看医学 你就是当纯吸收一知识就好 真的不需要就是用一些预设的立场 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挺谁 我要把他攻击爆 就不要太有暴力之气好不好 就是以一些比较中立 比较客观的角度 要分析这些医学的问题 好频道不看吗 噔 好的那么总之喜欢我的频道持续订阅 之后会分析更多有趣有用的 医学知识给大家 那相信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一定是物超所知好不好 物超所知 好像怪怪的 大家也不用付钱啦 呵呵 好啦那总之可以靠什么方式支持我呢 可以支持 很多人问我说 诶唱歌我每天外食好 鱼油Omega3脂肪酸摄取不够 我想要补充鱼油 但是又怕重金属污染该怎么办 嗯好问题 阿呃该怎么办呢 当然要选择西班牙SALUTEX大厂的顶级鱼油啊 没错 西班牙SALUTEX 鱼油大厂采用超灵界萃取技术 可以将EPA以及 Omega脂肪酸的浓度 提升到80%以上 吃了才会有感 同时他们也有专利的进化技术 完全去除里面的重金属 带奥芯等等的污染物 让你补充鱼油非常的心安 要使健身活高纯度鱼油 不惜重本采用 西班牙SALUTEX鱼油来源 每日只要2粒 就可以满足1天 Omega3脂肪酸的含量 赶快点击下方连结 15折扣码 Blue Pink 蓝珠 还有9折优惠喔 也可以支持苍狼哥的新书 也可以去收听 我的苍狼哥的医学同事这个Podcast 所以里面有非常丰富有趣的医学知识 我们就下集再见啦 拜拜